感觉这么早给他送去了 他肯定会哭 稍微再等几个月 他一岁半左右 跟他说话 他能听懂了 问问他吃饭 上厕所什么的 他能交流了 那时候给他送去保育园 那时候我开始慢慢给他培养 带他去保育园 看一看和小朋友一起玩一玩 让他思想上 知道有保育园这么个事情 知道每天要去保育园 那时候我得把他送去吧 现在还是有点小 你跟他说他不知道 他不懂 慢慢培养他能吃饭 能上厕所 能喝水 能自己和小朋友玩 我觉得吧 我单独 就每天我们俩在家 没意思 他要孤单 飞啊飞啊 飞飞啊 这是叫飞啊 飞 这是要起飞 飞啊 飞啊飞 小鸟飞啊飞啊飞啊飞 小鸟飞啊飞啊飞啊飞 大口吃吧 吃饭快下去玩 嗯 这抱 嗯 啊飞 飞飞飞 小鸟飞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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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吃饭一边飞啊 嗯 嗯 嗯 再抱 飞 又飞 飞啊飞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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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人嘛 每天都要开心一点 我觉得跟开心和不开心 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你就是嗯 我以前也看过好像哪里说的 你开心的时候身体分泌的是什么东西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身体分泌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就会 嗯 出来 然后慢慢的身体会生病 所以呢 就说嗯 我们每天都要开心点嘛 都要开心点 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你是傻笑或者是尬笑 哎 我觉得我傻傻笑我觉得可能会靠点谱吧 因为我就是开心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笑的时候个文明的笑 怎么笑是个优雅的个笑法 我就是就是就是从怎么说啊 从离婚之后我也变异了吧 就是觉得你看 每天啊对啊 你看我闺女之马 就看就开心嘛 就笑笑的时候我又没说 有的人说让我控制点 我说笑我怎么控制你说 我明明是嘿嘿嘿嘿这样叫你让我控制你说哈哈哈哈哈哈我这样笑啊我要控制要哈哈哈哈 要这样笑我不会就是我就是说 看见我自己的老公看见我闺女吗你看他这样我就想笑吗对不对看见自己的孩子看你自己的家人就开心我就想笑吗你让我控制我控制不了你说我本身就是这么个控制法就是这么个笑法你让我控制一下你让我学习别人的笑法我觉得那不就就不是我我说我就是我 尬笑吗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为了视频效果是什么东西我笑其实就是我拍视频的时候我拿着手机我看着我老公有时候可能你们觉得 嗯看不出来嗯看不出来就包括我看以为我老公严肃啊其实他那时候他不是严肃他是想笑他憋着他不敢笑嗯也是你想把一个正常的个呃大男人吧哈他不是那种吸皮爱吸皮笑脸爱那样的男人就是他是比较说是比较比较什么靠谱的一个男人吧他就不想在镜头上弄得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嘻 怎么说吧人家在外边也是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你说拍视频的时候为了迎合我哈哈哈哈嘻嘻嘻笑也不好是不是感觉也有点奇怪的哈那个什么所以我就想说笑嘛就多笑点嘛哎呀反正我就是这么个笑法你不喜欢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你说让我改变我也改变不了我最近有几个朋友也是私信我让我改变一下笑法说大家更喜欢会有人更关注 哎呀真的是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改不了那种笑法我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也许就是跟我老公结婚之后吧嗯一开始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这样是不是就是后期跟我老公结婚之后我们俩就是在家里边嘻嘻哈哈了笑啊闹啊开玩笑我以前我老公也不会这么开玩笑就是后期吧怎么说吧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家他呀他也跟我开玩笑我也调戏他跟他开玩笑 慢慢就把我变成了这种的这种的嘻嘻哈哈的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放肆了真的没必要想笑就笑想哭我就哭为了我儿子的事情的时候哎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特别是下班回到家就自己在这个家里边我老公也没下班的时候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想起我儿子的事情就感觉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就自己钻牛脚尖就怎么想办法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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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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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我还是得上班挣钱什么的 别的想法没有用 还是得先上班挣钱 有了钱之后才解决别的 后期也想到了 如果我每天哭 我每天郁闷 我的身体不好了 我还得花钱去治病 我病了 我什么问题 我什么也解决不了 我什么忙也帮不了 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后期就想 就开心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去做我开心的事情 后期就是养成习惯了 下班之后我就去地里边种菜 我想种什么我就种什么 想种菜我就种菜 想种水果我就种水果 想种花我就种花 努力挣钱 有了钱之后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慢慢的就觉得 自己有点放肆了好像是 就觉得一切都无所谓 正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不像在国内 可能真的就是那时候 有这种想法 在国内的时候过得不好 你都不好意思去 你都不好意思去朋友家 也不好意思跟朋友出去聚会 因为你没有钱啊 聚会要花钱的 因为你没有件好看的衣服 因为别人出去的时候 都搭扮得很漂亮 你穿的就是很普通的那种的 拿不上台面的那种的衣服 你去了之后就感觉丢人 所以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联系 也不好意思跟朋友去去聚会啊 干什么的 在这里都无所谓 好像在这里好像 这里的人也不是说 弄的就是特别白长面 什么东西 就是为了各自的生活 白天上班啊 什么的 就没有说是炫耀什么的 你就看他们开车就行了 人家就是实用一点的车 就是普通的那种小车 什么的就行 不需要弄得特别豪华 什么又是天窗 又是什么高级配置的 没有 就是上班生活 方便就行 下班回到家里边 在家里边也不 就是外边你也基本上 看不见几个人 就是车什么 你别好好吃 就是想开了 反正在这里也不见 亲戚朋友什么 就是自己 衣服也是 没必要穿得太豪华 自己穿得舒服就行了 再就是了 上地里边去干活 或者在家里边看孩子 你说你打扮的 你又是穿裙子 又穿丝袜的 地里边又是树枝 又是王八擦子 你说你穿裙子 你说你穿袜子 或者是穿那种 没有弹性的衣服 你干活还不得劲 所以这身衣服呢 这就是去年 夏天买的T恤衫嘛 每年去就买T恤衫 也不贵 一个T恤衫 300来日元 500来日元 这和人民币 二三十块钱 一个T恤衫 这个是我去年生孩子嘛 怀孕的时候 买的这身衣服 也都还行吧 反正是挺舒服的 那就穿吧 反正是 现在也不出门 都在家里边看孩子 所以 也分人吧 我要说 自己不打扮 也是把水 如果我现在是有钱人 在家闲着没有事 孩子有保姆看着 有人给做饭 我也添钱的 好好打扮打扮 摸摸口红 逛个街 喝个下午茶 没关系 现在是 这是生活 不允许那样 得要身体健康 心情好 舒舒服服的就行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开心 一定要笑 最近我还想到 人是不是过得舒心了 幸福之后 就有点担心了 前几天我就有个问题 前几天我头 那天可能就是 上地里边干活 可能风吹着头了 头疼 我就突然间想到 你说我现在又是生病了 或者说我要死了 可怎么办呢 我闺女还这么小 我儿子我还没照顾 我老公在那么大岁数 你说我现在要是死了 我得多么不甘心 所以想想 我们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好好活着 谢谢 谢谢怎么谢谢 来 谢谢 不能动 不能动 哎呦 你倒了 你看看能倒了 不能动 嗯 啊谢谢 谢谢 怎么谢谢来 啊谢谢来 你谢谢来 樱娜娇 樱娇 你谢谢来 樱娇 你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樱娇 啊谢谢 谢谢 好好谢谢 好好谢谢 今天把这个糯米收走吧 这个糯米饼哎呀都长毛了 都放了都长毛了这糯米饼 你看 你看 他毛 其实正常都是吃 他们有的都是吃了它 谢谢 谢谢怎么谢 拿橘子料 谢谢 拿橘子料 谢谢 谢谢爷爷奶奶 拿橘子料 谢谢 快点 谢谢 啊 拿橘子料 谢谢 谢谢 你得有这个啊 啊 贵女爷爷吃狮子饼 啊 这谁咬一口 这是Hina咬的 啊 这是Hina咬的 还是我咬的 哈哈 那那那 这是Hina咬的 是不是 你啥时候咬了一口 那 哎呀 贵女 这啥时候咬了一口 还放在这 不要快拿嘛 给拿来 你不用上去 不能上去啊 那这啥时候咬的